一本神秘的武学拳谱惊献武林 这个拳谱是连丝勇 教给我师傅住在 是什么让武侠电影惊艳世界 看到外面的功夫 都没有以前那些那么好 可能失传 凡有宗慈的地方 必有红拳和武师 这其中有着怎样的融合联系 西洋红 功夫红拳 下集即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氏大宗慈 荫木堂的堂名得自 荫木宗之传录士 照姬造业 享千年 表明了林氏族人开枝散业 铸造工绩的志向 宗慈 始建于明朝 2003年在林氏后人的努力下 重修完工 整座祖堂没有过多修饰 只有构成岭南建筑元素的青砖 麻石和木柱 一个崇尘上任祖归宗的民族 祠堂是后人们凝望先辈 寻找心灵皈依的精神寄托 2014年回到佛山开馆收徒后 这里是林镇城涉足最多的地方 他期盼先祖们能护佑他 达成此生最大的心愿 五年前我去平州 平州的村长同意给我搞个林世榮纪念馆 搞个林世榮纪念馆 拿到林氏家族林少群 做大戏 现在也很有名气 跟他谈了 林少群把一间祖屋送给我们 送给我们之后 后期村长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就没有搞到 在外漂泊几十年 如今落叶归根 作为林氏洪泉的第三代传人 林镇城此时唯一的愿望 就是将林氏洪泉继续传承发扬 除了收徒 他想到的另一种方式 是为师祖林世榮建一座纪念馆 每隔一段时间 林镇城会带着徒弟陈天奥 到广州的药材市场采购 他对每一位药材的采集 都有严苛要求 除了林氏洪泉 他的家学渊源中 还有一项祖传记忆 到十年生时 跟我爸爸学会用铁打了 不过人家铁打损伤 譬如骨山刺 腰椎盆突出 那都很简单 医病就赚到钱了 武林宗师擅长医术 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黄飞鸿 在父亲黄麒英的影响下 黄飞鸿不仅武艺精深 医术也很高明 后来他继承了父亲 在广州的爹打医馆 这就是他一生中 行医济世 广收门徒的重要场所 宝之林 开办武馆的同时 设中药医馆行医治病 是武林中一向不成文的传统 济世为了济世救人 传扬武术精神 同时也是作为谋生手段的补充 因为意思来说 你教官夫来说 打个比方 我知道佛山来说 百分之八十的武馆 你开武馆都赚不到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医病 你能够懂得医铁打 损伤 治疗 所以我本身来说 以前玩功夫来说 都是赚不到什么钱 完间是熬制药膏的最佳时机 药膏的制作过程十分复杂 药材的调配 熬制的比例 制法的讲究 每一位医者各有不同的内方 每道熬药的关键环节 林振成从来都是自己亲自上手把关 黑膏药将究足够黑 黑如墨 亮如镜 才是熬制工艺的体现和疗效的保障 而黑 公在熬 亮 公在角 这也是林家独有的一门绝学 夜晚也是洗脸武术最容易掌功力的事 按照过去的惯例 白天行医治病 晚间习武交徒 这样的传统既是为了让徒弟们心无旁骛 专注功夫 也是为了防备被外人偷师学艺 三更起练 五更收场 不以济世人 林家的武馆虽也有高强深渊 但却从没想过防人偷艺 从师祖林世荣开馆传道以来 焦徒清囊相授 全法 公诸于世 开明包容 一如林世洪拳 气势端正 大开大和的 硬气功底 红拳最著名的三套拳法分别是 公子扶虎拳 虎鹤双形拳 和铁线拳 这也是红拳功夫的根基 即便后来演化出更多的套路 但始终万变不离其宗 而这三套拳法 之所以能够精确地流传下来 还要归功于 没念过纪念书的 林世荣 黄飞红的嫡传弟子 林世荣到香港开设武馆后 传途众多 晚年的林世荣 有志于 轻力推广评生所学 于是与在 报业工作的文人 朱鱼斋等弟子一起 将红拳的三套根基拳法 编撰成书 年过八旬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 李世辉是朱鱼斋的徒弟 林世荣的再传弟子 年少时曾见证了三套拳法的成书过程 这全部是林世荣交给我师父住宅 他三套都是交给住宅 还有这一套都是林世荣交给他的 林世荣交给他的 因为他知道他当时也在工厢玩报 工厢预报写考了 所以就说你是文人 我交给你出来 公司服务船 现在这个是赛版的 原版也是有精装的 比较精美 而且他也是用照片来印的很精美 我看过很多我们佛山的门派的一些全部 大多数都是手抄的 手抄的就有很多就是名称各个方面不统一 第二个他又没有人的掩饰的图谱 三套拳谱不仅详尽记载了每套拳术的技法 拳理和风格 以及练功方法 行拳要诀等内容 还以图画的方式精准描绘全入 启示走向 对拆方法 而林世荣本人更是亲自担当演示 公开发行的拳谱是当时武术界的先河和创举 一时间红拳风行拳胜 远传南洋一带和美国加拿大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 虎鹤双性拳法还被列为 全国高等体育学院 武术教材内容之一 全国高等体育学院 最早的了 唯一这些图片不是菲林 是玻璃片 玻璃片画的 所以一打烂之后就没有了 那有没有打烂? 现在打烂了? 打烂过一块 但我不知道哪块 这些是画的 我手画 不老传来都画的 是呀 为了筹建林世荣纪念馆 林振成四处查阅历史资料 辩访研究者和已经凤毛麟角的亲历者 长期致力收集和研究佛山无数文史的邓光明 朱鱼齋的弟子李世辉等 都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这些是林世荣纪的题目呢 就是不是都挺好 一些名称就没错了 就是每一朝每一式 摘桥啊 定金桥啊 就是有些区别 我们叫做四子登天 就是你写一写定金桥 就是名称有时有些不同 他这些是林世荣纪来的 不是我们的 三位武林人士聚在一起 细雨轻弹间 听得见洪泉百年的江湖风雨 岁月变迁 我们叫内榜慈 慈手 刺手 刺 因为他这下来到这个 刺出来嘛 刺手 这个名称来说 就有很多有些 有些咯 就是如果你这样摆在那里 就是这个手摆在那里 就差不多游桥嘛 他游过来的嘛 就是你定了在那里 那人家怎么游呢 1943年 82岁高龄的林世荣 在故乡南海平州的一家 小理发店中 安详平和地 结束了武林宗师的一生 而他的徒弟朱于斋 根据师父平生所赋 将黄飞鸿及其弟子的故事 整理成文 连载于当时的报刊上 从此促成了黄飞鸿系列 及功夫电影的《仪式繁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年轻的学子对于洪泉的了解 基本都源于功夫电影 他们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 现场观看武术表演 大家对洪泉的好奇和兴趣 让林振诚很受鼓舞 因为我本身来佛山 都住了八年了 近这五年就开始开武馆教功夫 因为我看到外面的功夫 都没有以前那些那么好 可能失传 所以我就不想我们学洪泉失传 就想教一些成全人 在徒弟们眼中 平日里沉默寡语 不苟言笑的师父 此时变得细致而耐心 对于不善社交的林振诚来说 在年纪七十的人生节点 为了达成心愿而付出的努力和改变 又何尝不是一场功利的再造和修为 林振诚的徒弟们散布在各种行当中 平常忙于生计 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到师父家中 切磋五亿之后 再品尝精心准备好的早茶 这是武馆中最惬意轻松的时刻 现在政府好 就说搞个林世荣纪念馆就由我来负责 我希望搞得整天最好了 因为林世荣很多资料 我已经给了巨城街道办了 给了80%的 我就希望等林世荣纪念馆成立了 成立了之后 然后就搞起林世荣的历史 还有不要失传红拳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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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器 是武林人身心的外化和延伸 中国古代有十八般武艺之说 指的就是十八种兵器 短兵器主要指刀和剑 长兵器一般为枪 长刀和棍 几经周折 林振成找到了多年前擅置兵器的好友 要为徒弟们定制一批五郎八卦棍 五郎八卦棍法 相传由宋代杨家将之一的杨武郎石创 犹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演变为六十四点棍法 顾名 武郎八卦 黄飞红从父亲黄麒英那里学来这套棍法 又融入南派功法精华 敌团弟子林世荣则将其发扬光大 成为林世红拳中的经典武学 优典来说我都说了 他有手有弓和强生远体 他每一招每一息都有用 红拳来说就五郎八卦棍 大人月双刀 单边 双边 三折边 四五套东西 林振成想让徒弟们在即将到来的佛山南海武术大赛上 全面展示林世红拳中的功法 但他也深知 以弟子们休息尚浅的功力 在这次高手云集的赛事中 等待他们师徒的将是一场严苛的考验 佛山 因武术名家层出不穷 被国际武术界视为武林圣地 南海武术大赛始于2014年 已逐渐成为当地的传统赛事 这届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 英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国家 共20支队伍 133名选手报名参加 这也是世界无数爱好者和习练者 以此难得的交流切磋的机会 林振成的徒弟们首次在正式比赛中亮相 不出师父的意料 只有几年修炼时间的弟子们 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 但他们在国际赛场上的首秀 还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 这也正是林振成想要达成的目标 武师也是红拳弟子们极为热衷的民间运动 武师有南北之分 南师原名瑞师 亦为吉祥如意 鸦片战争时期 因为瑞赐在当地方言中谐音为税 佛山人便将其改为醒师 寓意 醒师 醒国魂 击鼓 震精神 在陵南一带 每逢节庆或有重大活动 必有武师助兴 长盛不衰 历代相传 一点天庭 吉星故叫 国泰民安 以典眼睛 眼睛我告 行情万语 武师之前通常还会举行点睛仪式 这是武师前最隆重的环节 担当点睛重任的都是当地德高望重的人 点睛象征着赋予狮子生命和灵魂 好 凡有宗祠的地方 必有红拳和武师 武师的生动清零 建立在下盘稳固的根基上 必须有硬桥硬马的真功夫 而红拳重妖马 因此武师者一般都会习练红拳 而修习红拳者 也都有武师的记忆和爱好 年轻时林振成也常表演武师 现在他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弟子们 作为临世红拳的传人 他要传习拳法和武师的记忆 更要传扬武术的精髓和文化的根 而年轻的弟子们 要习武强身 行侠仗义 更要继承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精气神 成风破浪的祖爷爷 这些老鱼的年龄加在一起 七百二十岁 牛 祝老爸生日快乐 好 用心去做才能做什么 将我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老鱼 吃是一种味道 但品的是一份真情 我们的宝贝就藏在山里面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大吉 金小事成 年年有余